出埃及记第32章 人民借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去,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 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环摘下来 送来给我 全体人民就把他们耳上的金耳环都摘下来 送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用雕刻的工具雕刻 铸造了一个牛像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这就是你们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亚伦看见了 就在牛像面前筑了一座祭坛 并且宣告说 明日是耶和华的节日 次日清早 人民起来就献上了梵祭 也带来了平安祭 然后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玩乐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山去吧 因为你的人民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吩咐他们的道路 为自己铸造了一个牛像 向他跪拜 向他献祭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你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人民 真是印着景象的人民 现在 你且由的我 让我向他们发烈怒 把他们消灭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摩西就恳求 耶和华他的神施恩说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 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 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 要在山上杀死他们 在地上消灭他们呢 求你回心转意 不发烈怒 求你改变初衷 不降祸给你的人民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们启示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 好像天上的心一样 我必把我应许的这全地 赐给你的后裔 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做产业 于是 耶和华改变初衷 不把他所说的 降祸在他的人民身上 摩西转身 从身上下来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法板是两面写的 这面和那面都写着字 法板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法板上 约书亚听见人民呼喊的声音的时候 就对摩西说 营里有战争的声音 摩西回答 这不是战胜的呼声 也不是战败的呼声 我听见的是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进银前的时候 看见了那牛犊 又看见了有人唱歌跳舞 他就发烈怒 把两块法板从他的手中摔掉 在山下把他们摔碎了 又把他们所做的那牛犊拿过来 用火焚烧 磨到粉碎 撒在水面上 让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人民像你做了什么 你净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 亚伦回答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你知道这人民倾向罪恶 他们对我说 给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那摩西 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 凡是有金子的 都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它丢在火里 这牛犊就出来了 摩西看见人民放肆 原来是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成为那些起来 与他们为敌的人的笑柄 就站在银门中 说 凡是属耶和华的 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于是所有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剑 配在大腿上 在营中往来行走 从这门到那门 你们个人要杀自己的兄弟 灵社和亲人 立位的子孙 照着摩西的话做了 那一天 人民中被杀的 约有三千人 摩西说 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 归耶和华为圣 因为个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 好使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 第二天 摩西对人民说 你们犯了大罪 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者 我可以为你们赎罪 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唉 这人民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精神像 现在 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那就好了 如果不肯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把我涂抹吧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了我 我就要从我的册上 把谁涂抹 现在你去吧 领着人民 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 看呐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在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击杀人民 是因为他们敬拜亚伦座的牛犊 谢谢大家